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车突然失控并冲下了马路 感到不解的男子立即前去查看 却发现车中的女司机已经两眼翻白并且步行人事 这让男子十分意外 于是他随即拨打了911报警电话 当警察向他询问附近位置时 男子根本不知道从何说起 而且连自己的名字都已经忘记 于是他随手掏出了自己的钱包 并翻找出了自己的名片 原来他叫利亚姆 就在利亚姆恍神之时 一只在天空中飞行的乌鸦突然掉下来摔死了 看到眼前这诡异的一幕 利亚姆的心中也开始恐惧起来 于是立即沿着公路逃离了这里 当他一路小跑途经一座小镇时 利亚姆决定在这里寻求帮助 随后就来到了一家餐厅 就在他打开餐厅大门的那一刻 眼前的一幕让他更加崩溃了 餐厅中的所有人都以两眼翻白 失去了生命迹象 与此同时一辆货车突然经过餐厅 而车中的司机也突然暴毙 发觉事态严重的利亚姆慌忙逃出了餐厅 并怀疑到小镇一定是爆发了恐怖的病毒 也许病毒已经在空气中蔓延开来 利亚姆也随即用一块手帕捂住了口鼻 不知如何示好的利亚姆开始漫无目的地游走 这时他翻出了自己的名片 随后他按照名片上的位置 来到了让自己感到十分陌生的家 来到了自己的住所后 利亚姆发现屋内空无一人 于是直接撬门而入 看到家中的物品 利亚姆的脑海中开始出现零星的回忆 但他依旧不能回想起曾经的经历 在整理一番后 他突然看到此时的电视中正在播报今早的奇异新闻 一群民众突然意外死去 而至今还未查明原因 发觉事态恶化的利亚姆决定紧缩门窗待在家中 这时他突然发现附近的田野中有一个正在做农活的大叔 利亚姆随即掏出指示牌 要求大叔立即回家 但大叔并没有理解他的意思 还困惑的向利亚姆走去 可是还没等走到利亚姆的家门口 大叔突然倒地死亡 这让利亚姆彻底震惊了 这种病毒为何这么强大呢 但自己却什么事也没有 难道这些死亡事件跟自己有关吗 在利亚姆思考一番后 他开始决定做一个实验 利用测量尺测量自己和死亡生物的距离 最后终于有了一个结论 原来自己具备一种可怕的死亡能力 只要是出现在距离自己50英尺半径范围内的生物 就会立即死亡 恍然大悟的利亚姆开始恐惧起来 原来自己就是杀人凶手 在平息了片刻后 他开始决定封锁自己 这时有两名警察突然赶来 他们正在调查之前发生的死亡事件 两人来到了利亚姆的家中并敲门询问 利亚姆为了不再伤害他人 于是立即跑了出去 并跟两名警察保持安全距离 但女警察似乎预感到了异常 并向利亚姆的藏身之术走了过去 这让利亚姆感到十分恐慌 这时附近经过的乌鸦突然暴毙落地 预感到危险的女警察决定立即离开 这让利亚姆松了一口气 夜里利亚姆躺在床上辗转反侧 过去的回忆再次出现在脑海 惊醒的他突然发现有人在敲门 利亚姆赶紧起身查看 只见一个女子出现在他的面前 为了不让女子遭到超能力袭击 利亚姆让他立即离开这里 但女子表示要和利亚姆谈一谈 发觉女子并没有遭到袭击的利亚姆 也随之放松了警惕 女子表示自己遭遇了车祸 而通过警方得知车主正是利亚姆 如今自己也已经失忆 同样遭遇的两人开始在屋内寻找线索 试图揭开那天的车祸之谜 而利亚姆的心中也隐隐感觉到 女子似乎能够破解自己的超能力 第二天一大早 两人便顺着记忆来到了事发的道路 这时女子的脑海中再次浮现出了记忆 利亚姆决定带他到车祸现场进行查看 到达了一片郊外后 两人惊讶地发现车祸现场 竟然有一个半径50英尺的圆形印记 这时利亚姆突然醒悟过来 他决定跟女子坦白 并告诉新闻上的死者都与自己有关 凡事出现在自己附近的生物都会突然死去 这让女子感到十分迷惑 随后决定起身离开 利亚姆立即上前追赶 这时一个女警察突然出现 随后表示要带利亚姆去警局调查 这让利亚姆进退两难 当女子走出了利亚姆的死亡半径时 女警察突然暴毙身亡 看到眼前的一幕 女子突然停下了脚步 他也意识到利亚姆似乎并没有说谎 随后两人通过实验发现 女子只要在利亚姆附近 这种恐怖的超能力就会被消失 就像电池的正负极 一旦相遇就能达到一种平衡 最后两人决定走到一起 为了调查自己体内的真相 利亚姆决定带着女子前往医院进行身体检查 但为了避免让警方跟踪调查 他们决定前往其他小镇进行体检 当利亚姆进行完全身检查后 医生告诉她 她的身体状况一切正常 失望的利亚姆认为一定是检测结果出错 正当她和医生纠缠时 几名警察突然赶来 女子只好拉着利亚姆立即离开 在一番激烈的追逐中 女子突然在一份报纸中看到了自己 原来自己名叫罗斯 而且正处于失踪状态 得知这个消息的罗斯突然心头一震 而就在她驻足庆幸回忆时 却意外的错过了逃跑的电梯 这让电梯中的利亚姆十分慌张 为了避免悲剧的发生 罗斯决定跑楼梯跟利亚姆会合 在一番紧张的奔跑后 两人最后成功的相遇了 更幸运的是这次意外并没有造成人员死亡 顺利逃出医院的两人 决定来到野外度过一夜 第二天被回忆惊醒的利亚姆离开车内 此时车中正播报着一条新闻 而新闻中正在公布罗斯的寻人启示 这让罗斯十分惊讶 他还从新闻中获取 自己原来还有一个老公 一个名叫萨姆的餐厅老板 在罗斯的苦苦要求下 利亚姆决定跟罗斯一同往前寻找萨姆 并希望从萨姆身上探寻真相 在一番崩波后 两人成功与萨姆相见了 几人随后来到了一片郊外 利亚姆和罗斯看到萨姆情绪十分激动 于是立即将利亚姆的死亡能力展现出来 得知真相的萨姆随之平复了情绪 随后将两人带到了自己的家中 此时的电视上 警方正全力通缉着利亚姆和罗斯 认为这场死亡事件的凶手正是他们 为了尽快弄清真相 洗清冤屈 罗斯决定通过萨姆了解过去 原来罗斯已经失踪了一年 而原因是因为自己的姐姐格雷森 格雷森也在一年前意外失踪 这让罗斯情绪十分崩溃 于是整日为了寻找姐姐奔波着 直到最后秒无音讯 看着姐姐的照片 罗斯似乎想起了这些过往 心中开始十分悲伤 而他也回忆起了事发前的一幕 原来那晚在一座大桥上 失去姐姐的罗斯正在这里进行宣泄 这时利亚姆前来进行安慰 但罗斯根本不认识这个男子 利亚姆表示 自己会帮助罗斯寻找真相 随后两人就坐着他的皮卡 离开了小镇 听到这些回忆的利亚姆 心中也感到一阵不解 夜里 萨姆来到了两人的房间 看着自己的女友和利亚姆 越走越近 心里是有苦说不出啊 于是他连忙支走了利亚姆 并向罗斯询问这一些的真相 但失忆的罗斯根本不知从何说起 第二天 利亚姆在新闻中得知 自己体内的超能力已经被警方获取 于是决定带着罗斯立即离开这里 但萨姆并不同意这件事 随后还叫来了警察进行解决 就这样一场灾难再次发生了 警方随即来到并带走了两人进行调查 在逮捕途中 警察们还不顾利亚姆和罗斯的劝告 将两人牵制分开 就这样利亚姆的超能力再次爆发 当场的警察和围观的群众突然全部暴毙 为了不再让事态进一步恶化 两人决定前往郊外进行避难 目睹这一惨剧的萨姆决定留在原地 向警方进行解释这一真相 利亚姆想到了自己曾经在那里建造的一个小木屋 当两人购买完一些物资后 就直接来到了这里过夜 第二天 利亚姆来到了一条湖中回忆 与此同时 在小屋中的罗斯突然在火炉中发现了一本笔记 在翻阅的过程中 真相也终于浮出了水面 这让罗斯根本无法接受 原来这是利亚姆所做的杀人笔记 而他就是一个连环杀人犯 自己的姐姐就死在了他的手上 那一晚罗斯被利亚姆骗出小镇 就当利亚姆准备杀害罗斯时 一个陨石突然坠落 随后就引发了之后的事情 这让罗斯又气又恨 他拿着枪找到了利亚姆 利亚姆此时也恢复了记忆 他也无法接受自己曾经的罪孽 痛苦的罗斯将利亚姆押送到木屋前 这时一群持枪歹徒突然出现 并且开始疯狂的袭击利亚姆 走投无路的利亚姆只好离开罗斯 最后用超能力杀死了三名歹徒 最后利亚姆匆忙的将罗斯送到医院救治 就在罗斯意识恍惚的被送到手术台时 利亚姆突然将手枪对转了自己 并开枪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可能只有这样做 利亚姆才能洗刷自己的罪孽 也替自己深爱的罗斯完成这场复仇 这部小成本的科幻惊悚电影 可谓脑洞十分新奇 尽管在剧情的完成度上并不完美 但也成功的向观众们阐述了一个哲理 我们的人生也许都会经历让人绝望的磨难 但我们不应该迷失自我 一旦走向人生的死亡半径 悲剧的发生就会在所难免 好了 今天的解说就到这里了 喜欢我们的视频 别忘了关注点赞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